大雨也淹水还淹得挺严重了 淹成了我家门前有小河 这是珍贵的自来水狂漏了33天 到现在水公司说找不到漏水点 于是就这样 一点一滴的33天下来 总共流掉了1980公顿的自来水 换算成金钱的话 等于是把495位小朋友的 阴阳午餐丢到水里 别忘了 这些都是你我纳税人 缴的辛苦钱 清车的水哗啦哗啦的往下流 这可不是天然的山泉水 而是每一滴都要花钱买的自来水 33天了这水还是流个不停 民众骂到翻 自来水日以继夜的流 老阿辈怎么扫都扫不完 老阿辈到厨房煮饭 也是里里外外湿答答 那一滴都这么冷 这汤到厨房就放在家 用这个水 转转滚在外面 一连一个月 天天我家门前有小河 把流掉的水量化 就知道有多离谱 一天流掉60吨的自来水 33天就流掉了1980吨 每吨10元 所以浪费了19800元 也等于浪费了495个小朋友的 营养午餐 今天为何放水流 民众也很不解 自来水公司来了N次 也双手一摊 知道自来水管破了 但是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 破在哪里 来几次了 我差不多都流进去 在上面都 花了很多 猪都都花不到 自来水付出流水 不仅当年40户的村民 不堪其扰 花钱纳税的民众 看了也很心痛 中文字幕志愿 陈思源徐毅林台中 采格某道